来看到台南有一对鸳鸯大道到神坛窃取七田中的黄金龟 女的假装和妙宫攀谈 男的则是负责把风 得逞之后骑车开喽 警方寻现到高雄抓人 他们变成是经济不景气 没有钱才会下手行窃 路口监视器拍下一男一女共骑一辆摩托车 男的才把车牵好 女的马上跳上去 但旁边出现一名老人家从后面追 老人家怎么样也追不上摩托车 他边传边请邻居帮忙打电话报警 因为庙里的金龟被偷走了 女生假装借用厕所 就跟庙宫搭上 趁庙宫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金龟给摸走了 这一对情侣到台南是北区一间神坛 偷走神桌上供奉的七钱重金龟 马上变卖现金两万七千块 就南下到高雄 警方寻现埋伏才将两个人逮捕 他们声称就是最近经济不景气没钱 所以说临时起义的 下手行窃还变称是经济不景气没钱 苗方人员回想更是生气 认为他们不但是欺骗他的近任 更是欺负老人家 没钱就该找工作赚钱 而不是只有动手偷窃这条路 记者姚文华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